今天是我们这学期最后一堂课 要把最后的海上保险最后的部分给谈完 那我们上礼拜延续上礼拜的课 上礼拜我们上到传播保险 我们介绍了ITC 我想大家还有点印象 那介绍了ITC的一些起源 它的名词的问题 它的一些内涵 那ITC其实国考因为它也是只有讲ITC 那虽然实务上我们知道ITC原则上就是在讲传播保险 但是事实上ITC不是只有在讲传播 那我想这个名词上面的厘清我们都谈过了 那上礼拜我们一直在就后半段的部分 我们就介绍就是ITC比较常见的 那个ITC1983年的传体保单 定时条款的一些几个重要的内容 那事实上真的 我上礼拜最后也谈到说 其实所有的海上保险里面 海上保险的里面最复杂最难懂 也大概实物上运作 就是不管在理算 不管在各方面 大概就是传播保险 所以这些条文 其实每一个条文都可以讲很久 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这个时间 那只是用很快的速度跟大家讲 这些条款到底是在保些什么 好 那我们上礼拜最后是 最后是看到所谓的污染危险 那污染我们谈过了 不是在保污染的损害 是在保因为传播 因为政府机构呢 为了要去避免污染 然后所刻意的对这个在污染 正在污染或一些 可能会造成污染的这些传播 所进行的一些摧毁行为 而造成了一些传体的毁损 那这个也是传体保险里面保的 那事实上我们再讲一次 它不是保污染 因为污染的危险 污染的那个责任 原则上不是传体保险 是谁是什么东西保 是我们稍后要看的 P&I保险保 这一块很重要 让大家了解 那第六条是 他们最重要的城堡风险 很复杂 因为每一个条文都要谈很久 但是这些不是我们要去care的 你看一下 那个海上这些的危险 没有问题 大家都知道 失火爆炸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船上发生火灾 不管这个火灾怎么造成 如果造成床坡的毁损 它就是要赔 还有来自床外的暴力的盗取行为 船外 他人的暴力盗取行为 头契 头契就是我们的Jetison 就是贡能怀损的头契 Palace 海盗 就是最近很常见的海盗 海盗的因为海盗 把船舶劫持了 而造成船体的损失 基本上船舶保险人要赔 还有核子装置或反应领的固障或意外 这个比较少见 因为现在根本没有核子船舶 但是早期是有的 这些的故障或意外所造成 但是你有可能会因为是其他的船 或是陆上的装置造成 这是有可能的 还有就是与飞航器或类似的物体 或该物体所掉落的其他物体 陆上的输送器 船屋或其他的碰撞的一些碰触 因为很常见 这个你不要以为没有 像你知道在港口 港口它有些时候货物装卸设备 它都有一个触角 要到船的上面 有些时候它收得不干净 你知道吗 没有收好 船开过来就碰到了 说老师这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这还不是什么发生 这还常常发生 就是那个吊杆没有收好 然后船靠港的时候 就会撞到那些东西 这个时常会发生 还有因为地震火山爆发 闪电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下面这一些 货物装卸翻舱所造成的意外 这个像有些时候你看 有些你要知道像船舶 船舶 大部分你们没有看过 正式怎么样的船 像货物要把它装到船舱去的时候 这么多的货物 怎么装到船舱里面去 它上面就有舱盖 盖子 你们不了解 正常正常的盖子是 那个舱盖好大好大的盖子 好大的舱口 然后货物装完以后 要把舱盖 有些时候是一片 有些时候大部分是两片 好大的舱盖 都是二三十公尺 长宽的那样子的舱盖 很重 整个都铁片 非常重 然后把它吊起来盖上去 盖上去那个舱盖 你掉不小心 就掉下来了 掉下来就船体就会撞损了 你知道吗 像这些都是 都会造成 然后锅炉破裂 轴心断裂 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 锅炉破裂 船上有锅炉 那个窝炉 然后轴心 轴心是什么 你们在玩螺旋桨 那个竹蜻蜓 中间那一根叫轴心 船在跑 就是那一根轴心 就相反而已 好粗 好粗 好大 因为要带动 那么大的螺旋桨 那个轴心 那个整只轴心 如果中间有问题 我们都看不到的 那个断裂的时候 那当然就不能跑了 任何机器的一些 引有瑕疵 还有这边比较特别的是 船长 船户 饮水人的这些疏失 造成的 你看在我们 如果上我们海商法 像这些是免责事有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它的疏失 造成了船舶的毁损 基本上保险人要赔 修理厂或租工船人的疏失 那这不是被保险人违线 这个没有关系 那我觉得啦 我觉得 这些内容都不是 你们要去背的 我只跟你讲是说 在航行的过程 在营运的过程 可能造成的损失 这些都是城堡的 那比较特别的 我必须讲比较特别的是 船长或船户的故意步伐行为 很特别 这个东西 什么叫故意步伐行为 这个字 你这边好像文字很长 对不对 文字很长 船长船户船员的故意步伐行为 英文只有一个字叫 英文只有一个单字而已 叫贝勒特别 那个单字好特别 那为什么 因为 它的什么叫故意步伐行为 故意步伐行为就是 例如什么叫故意步伐 有些船船船 全船大家共谋 把这艘船开到哪边去 卖掉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呢 有些船共谋 不爽啊 不爽啊 船长就挖个洞啊 拿那个装孔机啊 就把船壳磨个洞啊 船水就进来了 老师你好像有在 感情有在说曼卡 对不对 曼卡是什么 曼卡就是卡头 真的啦 那个英文叫scalding scalding就是那个找船 就把船找成 那个动作 那找船现在来讲 真的吗 真的拿一个砖子在那边砖吗 没有啦 那可能就装一个 小的螺丝把它解掉 或什么 让船坡有裂动 那不管 这些动作都是 都是故意的 不法的行为 要不要赔 要不要赔 你说老师这边 为什么要讲这个 它是重点吗 其实它不是重点 它的重点是 老师希望你们 引导你们去了解保险法 保险法它的概念是 保险法应该是29条吧 它在我们 我们在 我说奇怪怎么 你说老师怎么 我们要谈这个 因为保险法 它把它的代理人 受户人类去化 这是前几年的保险法修正 把29条里面的代理人通通拿掉 那它里面一个概念就是说 保险法里面它赔过失 它不赔故意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那但问题是 如果这个 那个保险标的的毁损灭失 是被保险人的 受户人的故意行为造成的 请问保险要不要赔 要不要赔 我请你们问这个思考好不好 知道吗 知道吗 今天假设我火在保险 今天火在保险呢 是谁 是重火 是重火 但是这个重火 那不是意外哦 不是什么电线周火意外哦 是重火 谁重火 公司的员工重火 那故意行为 那是重火 好 请问要不要赔 要不要赔 重火 要不要赔 抓个人来问一下好了 谁 谁愿意回答 球打得那么好 也要回答一下 不用赔 不用赔吗 确定 确定 扣两分 要赔啦 要赔啦 因为受雇人的行为 除非你能够证明 受雇人的行为 是这个受雇人的行为 是被保险人指使的 要不然 受雇人的故意 对保险人而言 对被保险人而言 他也是意外 知道我意思吗 我想这件事情 你要了解 我是 那他很清楚 你说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理解 你从一般的保险法的观念 没有办法去理解 说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那个被保 受雇人的故意行为 保险人也要赔 这边 这个东西就是给你讲一种来源 你看这个地方 他很清楚 就是船长船户船员的 故意不法行为 基本上他就是要赔 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要赔 我想给大家做理解就好了 其他不重要了 好不好 那 那第八呢 第八是在讲 第八它很特别 第八它非常特别 第八是在讲碰撞责任 怎么在讲碰撞责任 你要知道 传体保险 我们现在是在讲ITC ITC是传体保险 但是ITC这个保险单里面 它却有一个条款 是在保责任 很特别 你不要以为说 老师传体保险 就是只有一般的财产保险 里面的那个 那个有型财产的保险 责任保险 虽然它是财产保险里面的一环 但是责任保险 跟一般的财产保险 还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个ITC它是传体保险 但是它里面 却有一个什么条款 责任保险的条款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条款 四分之三 那我们为什么在讲四分之三 因为你们一定会讲说 为什么老师保就保啦 碰撞 来我们两个人相撞 相撞 我们两个相撞 对不对 你中胜 我也中胜 那正常来讲 保险值赔什么 我中胜的部分 对我的保险值赔我受伤的部分 很简单 四分之三 碰撞责任是 我也赔你 保险人也要赔你 那我撞到 假设我有过失的话 我撞到你 我是不是要赔你 那传体保险 他不仅赔我的损失 他赔我的损失 不是赔 不是依照这一条 他赔我的损失 是依照前面第六条 知道我意思吗 然后他赔我的损失 是依照第六条来赔 这一条是在赔谁 赔你的损失 赔你的损失 这个你们大家思考 你们不要以为 为什么又要谈到来 又要谈到我们一个保险法的概念 保险法很基本的概念 你们刚刚我们在谈一个概念 你觉得他很理所当然 我刚讲说 赔过失不赔故意 这个概念很简单 就是我们保险法29条 基本原则就是赔过失不赔故意 你觉得说 那理所当然 但是我跟你讲 200年前不是这么理所当然 从保险的观念上来讲 过失为什么要赔 保险是在保意外 这个是一个很 很基本的原则 保险是保意外 保险为什么要赔过失 碰撞基本上都是过失 你们不要 都是过失造成的 那为什么要赔过失 如果过失所造成的损害 保险也要赔的话 那不就鼓励过失吗 对不对 过失应该是要被处罚的 过失怎么会 借由保险来转嫁呢 你要思考这个问题 你现在你很OK 但是我再跟你们讲一次 200年前不是这样 200年前的观念是说 过失是应该要被处罚的 你今天如果能够 透过保险来转嫁 那你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你变成在鼓励过失 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 那这个条款就是它的起源 我必须讲 就是它的起源 所以200年前 就大家开始在争执 大家开始在争执 争执 争执些什么 到底要不要保呢 那就有两派 这不是学说 这是市场 市场的意思是说 有一派的市场的见解是说 过失对不起 不能保 不能开放 因为我过失如果保了 那对不起啦 那你说那个船长 船长的那一些恶意不法行为 那是因为200年前 那个船长船开出去了 我船怎么可以控制 我船都没有在船上嘛 对不对 那些船长叛变了 叛逃了 我没有办法去控制它 所以保险保它 没有问题 知道意思没有 但是如果说 我今天因为过失 我在保的话 那就鼓励过失啊 所以有一派的见解 市场的见解是说 我不这个过失所造成的责任 当然不赔 另外一派呢 他认为要赔 那如果要赔 其实不是因为法理上的问题 是因为市场需求的问题 你知道吗 你可能没办法理解哦 我这艘船 我可能只价值1000万 1000万 我船沉了 你赔我1000万 OK啦 但是你知道吗 我这艘船 如果跟你碰撞 你这艘你的船 是穿金又带银的 我坐下去 我可能要赔你1亿 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那个责任 有些时候会比我自己 船舶本身的被保险更高 所以事实上 有非常高度的保险需求 市场上真的很希望 大家能够来卖这个 碰撞保险 那个责任保险 那当时有很高度的市场需求 那后来 后来当时的背景 就说 好 那当然市场派胜啦 市场派胜啦 对不对 因为有这个需求嘛 所以就开始开放了 开放说 碰撞责任 可以保 好吗 来 我对你的碰撞责任可以保 但是呢 他做一个限制 做一个什么限制 就是只保四分之三 了解吗 就是要妥协嘛 要妥协 市场上要妥协嘛 我不是保你全部 我只保你四分之三 也代表的 对不起 我今天如果发生碰撞 碰撞责任的四分之一 谁要自己承担 还是你要自己承担 不是啦 我要自己承担 知道吗 那我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发生碰撞 碰撞责任的四分之一 还是我自己要承担 因为保险公司只赔多少 只赔我对他的碰撞责任 对不起 这个碰撞责任 其实只有保险金额的四分之三 不是全部的四分之三 保险金额的四分之三 那保险公司只赔四分之三 四分之一 我自己还是要承担 那我如果自己要承担四分之一 我开船会不会小心一点 会啊 知道我意思吗 我想这个概念给大家理解 这个四分之三是有原因的 四分之三是有原因 你会觉得说 怎么为什么 怎么叫四分之三碰撞责任 那你们就 内容我们就不看了 因为它真的有够够杂 我只是跟大家讲 你们像你传体保险来讲 只是跟你讲说 因为它跟整个保险 很重要的起源都有关 第一个 你看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条文 第一个你看到的是 在一个一般传统的财产保险的保单里面 它却有一个承保责任保险的条款 知道意思没有 这个条款是责任保险的内涵 第一个 第二个 它不是只有保四分 它不是保四分之四 它是只有保四分之三 坏 为什么 那因为它有它的背景 刚刚我们有谈过它的背景 第三个 它虽然只是保四分之三 但是它却隐身了我们保险法 像29条那个很重要的概念 后来很自然的 当这个保险保久了以后 很自然的 过失就成为 很自然就变成 可以承保的一个风险了 知道我意思吗 要不然真的在200年前 过失是不应该保的 因为这是一个 这不是价值观的问题 因为从一个 从一个 从一个 从一个保险承保的角度 就像你们当时之前 在学保险第一条 因为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损失 保险应该负责 就这么简单 那为什么 这个过失不是一个意外 那这个行为 我想给大家做了解 这是四分之三碰撞责任 内容我们就不看 好 再来是姐妹船 以前我们学过 对不对 姐妹船 姐妹船就是说 来啦 我同一个 从河所有人的船 我姐妹嘛 因为你们都说 老师为什么不叫兄弟船 为什么叫姐妹船 尊重女性啊 对不对 对不对 以前的台湾都是女性名字啊 尊重女性啊 这是观念 这是以前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如果说船 船我们在实物上在使用船 基本上要用 阴性名称 知道这是对女性的 这是真的是对女性啊 所以我们叫姐妹船 sistership 不是叫brothership 知道吗 其实就是 姐妹嘛 姐妹什么姐妹 姐妹就代表 她的父母亲是同一个 同一个 就是姐妹船的概念 所以以前我们都上过啊 我们上过碰撞 我们上过什么 我们上过海南救助 我们上过一些相关 就是说我今天自己的自己的姐姐 救妹妹 对不对 然后呢 姐姐撞妹妹 那个都会碰到嘛 有些时候哎呀 两艘 两艘船在海上航行的时候 哎呀 看着这个会怎么 拍一个照片 说老师 这个好像 哎呀呀 会真的 会这样子 哎不要以为哦 因为以前我们在讲 船舶碰撞的时候 我就跟你们讲过 以前海上的礼仪啊 两船相遇的时候 真的是 真的是要 要鞠躬敬礼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 两船相遇啊 两船相遇的时候啊 是要鞠躬敬礼的 那后来 这种礼仪 后来就逐渐演变成 避碰规则啊 好 所以我今天两艘船 哎呀 好像海上那么大 难得看到自己的兄弟姐妹 对不对 那当然要打个招呼啊 那打个招呼 不小心就撞到 K在一起了 那怎么办 那所以有些时候 发生海难了啊 找谁来救 哎如果我姐姐在旁边 就叫她来救就好了嘛 对不对 有什么要叫别人来救 自己的人 就是会有这种情况 那就来了 产生一个结果 那自己人就自己人 那请问自己人 能不能跟自己人要钱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跟你讲 这边就跟你讲 自己人撞自己人 自己人救自己人 不好意思 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不同人班的处理 知道意思吗 所以我之前有跟你们谈过 我们当时在讲碰撞 我们当时在讲海南救助 都有同样的条款 我当时就跟你们讲说 这个条款 它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保险的问题 它的原因就在这里 就是这个条款 知道吗 它的原因就是保险的问题而来的 OK 要不然正常的情况上 你哥哥救你的车子 请问你要不要给你哥哥钱 你们的车子都是爸爸的 要不要 不需要 对不对 因为你变成原告 勾台铭 被告 勾台铭 哈利哥老师这个叫自诉 自己告自己吧 是吗 不是啦 这个开玩笑 这不是开玩笑 这是跟你讲是说 因为你姐妹船的问题就是说 你变成自己要对自己请求 OK 那自己对请求没有意义啊 只是自己对自己请求 只是把这个财产 从这一只手变成这一只手而已啊 一样都是自己的钱嘛 没有意义啊 但是呢 保险就有意义了 对不对 保险就有意义了 我本来碰撞这边保险要赔 但是却因为 同一个是同一个人手有的 变成保险不用赔 对不对 那对不起 这边就跟你讲 这个原因 所以那种 我们条款里面的那些 类似这一种 同一个人 同一个传播 所有人之间的碰撞 同一个传播 所有人之间的救助 为什么 会把它当作不同人班的处理 就是因为保险的问题 那答案就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做了解 还有招标跟球场通知 这个做参考 不这是程序啦 这就是一般的是程序啦 因为一艘船修理的费用非常高 你在哪边修 那个所造成的影响都会很大 你可能不了解 我今天一艘船在日本修 日本你们都知道它工资贵 知道我意思吗 跟我一艘船在哪里 在大陆修 哇 那个修理的成本可能会多 差很多 所以今天他会要求你说 我在修理船舶的时候 那你要通知我 然后甚至于有些时候要tender tender就是招标的意思 因为就希望把那个修理费 能够降得比较低 要不然差很大 我必须要讲 因为一艘船一修下来 几十万美金那都是小钱 有些时候几百万几千万美金 这样子在修的 好 再来救助跟共同还损 这边我们就不爬了 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救助跟共同还损 全部都是保险在保的 知道意思吗 这是最基本的保障 这个我们就不谈了